不是上回开会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吗 你同意了我才把这些工作交给陆总的 但是安总你怎么了 以前这些事你都是交给下面人干 从来不清理清理呀 安总 作为前辈 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吗 好了不说这个了 那个去年的还有上个季度的奖金 我一会儿要到财务那儿结算一下啊 那去年的不都结算完了吗 你自己说的要给团队 那上个季度的也没到时间呢 安总你怎么了呀这是 你以前不会被这点小钱跟公司计较啊 团队的有团队的奖金 我的有我的 我不结算不代表我不要了呀 你跟财务说一下啊 等花香宝宝这一单完成之后 我们一起结算 我呢也是靠自己的努力 完成你的财务的 天经地义哦 行了 那就这样 赶紧帮我打个招呼啊 在财务呢 看见了吧 更缺钱了 赵总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先跟师姐商量一下吧 我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复杂啊 不是 你磨叽什么呢 说不定拿了钱就跑了 谁说得准呢 花香宝宝是今年的重头契 你接手 KPL算你的 这时间还早呢 走去传手间弄点喝啊 姐 我心跳到一边拍 我上个洗手间行吗 那你带下去吧 好的姐姐 走开 好 你好 我问一下这边有水吗 哦 冰箱 好 谢谢 好 谢谢 凯美 你先去会议室吧 好 师姐 路总 你还是来了 师姐 我不是来跟你作对的 我是接到公司的任务 让我尽快地参与这个项目 我今天过来的就是学习学习 顺便看一下世界谈判的风采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接到曹总 以及其他股东们的反馈 所以 我会继续跟进所有的工作 作为竞争对手 我并不希望你来学习我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 这有剽窃成果的心 还有 工作的时候 还是叫我安总吧 好的 安总 我回去跟公司反馈一下 我这个呢 不是打小报告 是正常的工作反馈 是个狠人 您好 二位是来比稿的吧 嗯 那二位跟我去会议室吧 进行快捡 客气客气 是 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 运营总监 刘征 市场总监 王兴 这位是创意总监 崔红 这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导演 呈良 呈良 谢谢啊 那就从仲星的安总开始吧 好啊 针对这次花香宝宝的新产品 主打的是母婴喜护系列 对于商务的周边 我们结合了国潮 并且采用了金具刺绣等元素 与节目内容相结合 不要小看这些形象产品啊 我们选取的呢 都是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母子形象 并贴合自养艺术的概念 既符合母婴喜护的安全标准 又完成了商业与艺人 以及节目的多融合 以上就是我为各位做的 简单介绍 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这个导师方面 我们之前担心过 这种母婴喜护的代言气质 会不会受到女演员的抵触 她们可能会觉得 影响自己女神的形象 咱们目前的尼妖艺人 我觉得啊 她们在各自的领域里 大都还是在主打少女形象 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 跟她们进行过具体的沟通 我怕我录制过程中会有问题 这个方面应该不用担心吧 成道 这点呢 我跟艺人都建议过了 怎么说呢 这对于她们来讲 其实是一次很好的转型 甚至可以打出撕掉 固有标签的宣传 作为一次三十家女艺人 到底如何不禁锢自己的角色限制 进行正面的营销 演员方面 我有信心说服啊 其实我倒觉得啊 说服可能是我们这边 暂时的一种印象 因为我呢 跟陶瑞妍本人聊过 她也是对母音类的内容 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一个抵触 说句题外的话 我跟她是大学同学 关系也挺好的 手法比较直接 所以待会我们要讲的方案呢 还是主要针对于全家人清洁的呵护 以及演员的国民度 姐 喝口水 姐 这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呀 怎么了 这 要吐啊 小夕 你们老大昨天晚上 这是喝了多少啊 不会是怀孕了吧 不是我的啊 跟我没关系 我上厕所啊 这吓我一跳 憋着不许去 手劲还挺发 好 姚总 姚总 你没事吧 你这小伙子真是 女厕所门口大喊大叫的合适吗 当然 我 我等危险 你等谁也不行啊 吓着别人怎么办 不是 危险 吓着了 吓着了吗 真的好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搓你的 你别等 我走 导演 你 我上厕所 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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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别吓吓 跟她没关系 你还吓我一跳 姚总 您没事吧 您也喝水 谢谢啊 我拆你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走 不认识 影响 妈 STEVE CUST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呀 今天在单位上诸下线呢 去医院看看吧 好几天了吗 我就是这两天喝酒局闹的 朝日不舒服而已 一会儿喝点粥就行了 那去什么医院 这两天单位体检 结果不是出来了吗 健康着呢 没事 你压力别太大了 我搞个项目也不是让你重新高考 今天效果挺好的 哪儿好了 梁小姐帮你讲清楚了吗 陶若元签约了吗 冯文艺 那授权给我们吗 还没有 就说明一切都没有进展 那忙来吧 我也不劝你了 你性格太要强了 越劝越烦躁 爸 明天生日你别忘了啊 呦 我真忘了 那明天我下班早点回家呗 他东西还没买呢 我都准备好了 那你想现在为时已晚 老公 什么意思 这突如其来的温柔道 我可有点不适应啊 老公 要我拿下怀醒宝宝这个案子 我们就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 你在等我吗 那我估计等不着吧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反正有个高兴嘛 就高兴 但是呢 咱们不能太跟自己交情了 明白吗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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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你真假的 哎呀 你不会坐这儿慢慢吃啊 来不及的妈 真来不及 让你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 晓晓吃饭了 哎 妈妈 您别用那个水啊 您用这个水 这不是都一样吗 老伟 不是让你跟妈说吗 说了 妈 这个水温是刚好的 您用这个冲来算 然后哪边效果用这个 妈也不会呀 我教您 您看这个水温啊 正好是四十五度的 然后一摁这个就出水了 然后小新的母母不是在冰箱吗 您拿出来用这个加热 很简单 行 我知道了 说了啊 辛苦了 妈 这个水啊 也是我对好的 这温度啊 刚刚好 你小时候啊 也总这么喝 没事 没事 哎呀 没事 你看 这水温不是刚刚好吗 这个呀 得靠经验 挺香的 大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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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了 我也在不充营养啊 妈妈的味道 那长根 你确定妈会按照咱们教的来吗 你怎么说的 怎么教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要说轻着一点 说明白点 我说了 我怎么没说 我还得怎么说 你说了她还把自己缩过来 最有孩子嘴里塞 那不是没让塞吗 但是我妈 大宝的奶奶 那肯定没恶意啊 再说我就是这么伟大的 你看 长得也挺好的 好吗 你看那个大脑袋 你看就是喝那个 不达编的奶粉喝的 我脑袋怎么了 那不行 你就找保姆 找保姆 你自己挣多少钱心里没数吗 那要不然就让你妈来 我妈来肯定比你妈强 换了 不会啊 谁啊 谁啊 谁给你吃了枪药了 这么多年脾气不带变的 陶陶 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 我们跟众欣的合同呢 还没有盖章 我呢 就让我的团队先缓了缓 但是他们也跟我说了 你们那边呢 有这个啦 那个啦 各种复杂的问题 我也听不太懂 反正呢 就是现在先没签 先把你拖着呢 你呢 就赶紧把内部的问题处理好 我也不想卷进去 反正脱久了呢 我很容易昭黑的 懂吧 淘姐 出满 放心 放心 我肯定不给你找麻烦的啊 回头 我跟陈良一块儿 请你吃饭啦 行吧 再说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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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们在你楼下呢 你们怎么来了 这件事情呢 我跟江洪凯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做生意呢 有赔有赚对不对 那窟窿呢 我们总是要补上去的 对不对 那么往后的生意还怎么做啊 至于那些房子啊 还有其他的什么 交上去抵债那都是暂时的 我们还没有到 要做财产转移去赖账的地步 哎呦 丫头啊 别哭 你看看你现在过这日子 再这么下去 我就得瞅你 你们小两口睡大马路上 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呀 马上就要搬到西边的房子去了吗 哎呀 再说嘛 这儿我也忠逆了 人眼都见不到几个 会慌的 肯正我的主意已经定了 说什么都没有了 我还收拾东西呢 哎 妈 听见了吗 人家下诸科令呢 咱有点眼力劲 走走走 好 过来 来 哎呀 怎么着啊 怎么着啊 啊 说他不回头 咱还在这儿当苦力啊 这知情半夜 顾的保母都走了 咱在这儿当老妈子啊 行了 他却你也却 起来 这一家人干点活 还能累死你啊 哎呀 我乡子打过来 不是 怎么着 真干活啊 哪儿这么多废话 他干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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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酒精干 一个怀孕的 这支队伍能打好仗吗 徐总 你看 要不要找个理由让他们离职啊 进来 文姐 陶若言那边搞定了 他先不肯重金签 但是需要我们跟综艺部那边达成共事 你不舒服吗 没有啊 认识你来第一次穿平地鞋 开车来的嘛 平常都是放车上 忘了换了 你继续 就是陶若言他 他愿意帮我们先跟众星拖着 不签合同 但条件是 我们要跟综艺部那边达成共事 冯总那边什么意见 我去找过他了 就太狡猾了 一句实话都没有 我觉得还是因为是同一集团 那所以有嫉妒心吧 我是这么想的 您要么呢就写一封邮件抄送领导 把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啊 进度啊 包括难点都跟他们说一下 您觉得呢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你交男朋友了 您是打算给我介绍吗 需要吗 还 以你的条件应该不去啊 那也不是 去吧 去工作吧 去吧 我去除了 啥了 你去 程导好 程导好 下班了 小丹好 下班了啊 来 没必要跑这么远吧 我跟这后边一通遮阳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他脸都下白了 小胆啊 不开心啊 不能给我让个车 没有 陈良 我问你一个事啊 你等会儿 你别叫我大名 我感觉 这事儿大了 干嘛呀 这么严肃 你说 没有 我就是想问你 现在你们综艺不发展还行吗 怎么样啊 就这事儿啊 嗯 就这事儿 节目是个好节目 机会也是个好机会 但是想弄好不太容易 好在现在还有时间 尽量 准备充分吧 就跟你上次说的似的 有这次机会背书 以后的选择权就大了 你怎么把这一看吧 你把这一看吧 今天我觉得 许文怪怪的他 他哪天不怪呢 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 什么意思 他要给你介绍啊 哎 那不可能 是 那倒也是 许文奉行的宗旨是什么呀 不婚不育保平安 你看你们那儿这些年 做冷板凳的 被开除的 都是些什么人啊 孕妇 她可不是简单的女模特 她可以称之为 怀孕终结者 人间避孕药 我算是看明白的 就你们商务部啊 只要是没怀孕 多大的错都能将功补过 没事啊 你也没怀孕 别怕的 那你觉得 什么时候要孩子核实啊 就现在立刻 马上 那你肯定也是不干的 那就等我把这节目弄完了 咱们 好好调理调理 也算该实施 再官宣 然后结婚 孩子满月就要一条龙 到时候可爱谁谁 为什么不能通过啊 安总 咱们的提成 要这个季度之后才能解算的 不是 这是去年的呀 我去年的KPI可是第一啊 您忘了 去年我们通知您 您一直没来财务 我们已经疯胀了 想要拿到提成 需要董事长的特批 这是上面的规定 我已经申请来了 可是 我还没拿到曹总的签字 这个不合规矩 明白了 谢谢 我当安总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呢 这个我跟总务已经汇报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没到年终呢 我不能为了你一个人开了先河破了规矩 我就要现在拿到去年的提成 需要什么样的流程 安总最近怎么了呀 什么困难嘛 你以前从来不在钱上面跟公司计较 这本来也是应该我得的 我知道 我这心里边明镜似的 你说你也不离开公司 这提成能跑了吗 你的意思 只有我离职了你才能结算给我 你开什么玩笑 我哪舍得你离职啊 这个季度的KPI 我全只是你和陆泽宁呢 曹总 你如果没有这个权限呢 我去总部申请 我并没有要挟的意思啊 我只是要拿到我应该得的报酬 这不过分吧 进来 安总 这个 这个 安总 陆总啊 一直等着跟你对接电商呢 你忙忙手里边事 你找不听差 好不好 好呀 谢谢 谢谢 老江这回窟窿捅大了 节目都急了 好 哈喽啊 亲爱的粉丝 宝贝们 欢迎来到肖孟直播间啊 闪是闪 喝是喝 今天二手扯旺带你来看车 约如两万如何拥有自己的豪车 下面我就带你看一辆 高贵不贵 满助拼命许秋里二手豪车 有情细 来来来 什么来来来 谁让你开直播的呀 姐 我看 不是 这要侵犯客户的 你最先知道吧 谢谢你 什么家不贵不贵啊 谁说我们的车不贵了 来来 你过来看看子孝 我这辆车一点划痕都没有的 入手才不到一个月也能叫二手车呀 混贵卖车了 懂不懂得顿着人啊 姐 我这样说是为了洗衣更多的客户 是不是 能更好来把人家车给卖出去 对吧 我跟你说啊 干啥这个二手车这行的 你不懂 你属于外号 再好来好车 只要凯出去一百米 久没您这收 这都属于二手车 我给你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 这山魂山利还能涮乙魂 我问你啊 你刚才讲的那个月入两万的人 怎么买这辆车呢 这辆车也是要考量主人的品位 和审美的呀 不是是个买者交卖的啊 我得接 那是不是你说的 这车着急处收 需要全款交易 那又怎么样 好好好 您要是不愿意 让我给支部箭的说这个 那我总得拍点这个照片和视频 发给客户吧 得让客户知道是不是 这车是煞烟事的呀 又没有经过该装 发动机又没有变过 这 这消费田又没有在 好嘞啊 太棒了 那车门给我开业子呗 开了呀 考虎 赖签呢 帅哥 几个打游客户我打视频来 我这正给您看中车了呀 给我看看吧 车王 现场看看车 轟 轟 轟 那我给那个考虎说一声啊 考虎说要视频看看车 VIP中匹 那个现场 现场 看一眼 看一眼 好 您看这啥 这啥种不种 外边不看了 看里边吧 好好好 来看看这后边 停 我的天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后座放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这专屋是谁的产物啊 这怎么停好一车没碰上好主人啊 不是 赖方 你不是说这车主是为大姐吗 这大姐后座弄这么粉嫩干吗呀 还挺有少女心 多大岁的时候来这儿装嫩呢 真受不了 来 我给你预测一下 她今儿是不是穿了一个公主裙 见到你 来来来 你看看清楚啊 我有没有穿公主裙啊 我有没有装嫩啊 姐姐这么认真干吗呀 是不是开玩笑的嘛 这件衣品不错 穿得挺好的 但是后座布置成那样 玩的是 白雪是吧 我跟你讲啊 这玩具你想都不要想的 我本来就是要带走的 还有啊 我的车也是要挑选主人的 知道吧 我纯迹出于好奇啊 姐姐 你平时真的是带着后座上 那小鸭子在路上飞池的吗 我爸 我一脑补这画面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有点搞笑呢 你打住 你啊 就适合开敞篷车 开到马路中间 放着电子音乐炫耀的那种 我的车 你不懂的 我这街呀 你这得罪我这大客户了 你找这谁也不知道 爱谁是谁 反正不是花自己钱买车的人 我刚才都跟你说了 这是虚似承承承 你找这一年可我这小费多少不是 老师 我跟你说你又得罪他了 你白说全款交易了 你都得分期贷款 我估计你都得登 要不来我就给客户说 咱不卖了 卖 谁说不卖 那我再给他汇一个 不过你成了你欠我个人气啊 帅哥 那我给你说啊 咱这一位大街啊 他还是有一项 把这个车给出收了 我还给你说一点 就这个车 这大街登了半年才踢到 大事就一顿要求 要圈宽脚椅啊 圈宽 不过我说这车 您卖的是真挚啊 冤奔冤起 里边哪次嘎巴行 看咱也给您看了对吧 您看好了 随时都可以来踢车 回头见 姐 走了啊 最近 过几天见了啊 斯姐 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哪里都有你啊 就这么急着交接吗 Ep 冤奔冤 第一 motivation 简单 把路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火压是再拿着世界的架子 反倒显得我有点小气了 您对我的敌意太大了 我是非常欣赏您的业务能力 过奖了 我如果真的有业务能力的话 公司也不会派你来的呀 对了 你多大了 您清有为啊 我也是从你这个时候过来的 对于工作的心气 对于社会的认知 这些人都还没有那么健全和匹配呢 您是准备卖车了吗 最近财务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查我啊 你这个人很没有边界感 很不礼貌的 没有时间 我是刚才在那边的时候 不小心听到的 只是我觉得 不管是投资还是其他的财务问题 一定要咨询一些专业人士 才比较靠谱 我之前是辅修金融的 现在还有很多同学 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引证你们认识一下 你这算是收买人心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愿意消亡了 我跟你讲 我们在公司呢 可以称之为同事 但是出了公司 我们就是陌生人 陌生人的隐私 你最好不要打击 不礼貌的 老婆 你别忙了 去陪爸爸 嗯 来 坐下 好吃 好吃 不要不要 不要 小心烫 好 怎么样 教育得好啊 程良可能瘦得一首好菜 这好是我们分工明确 谁擅长什么就做什么 他喜欢烧菜 我喜欢洗刷 这样既可以避免家庭矛盾 又可以干得快 行了 行了 别拿管理公司那一套 来和我说 我问你 家里要有个活 你们俩都不愿意干 怎么办 那就一起干了 有责任共同承担 谁也别说谁 赚多了 钱一挣呢 是赚了 我这两天亏了 不过我这是浮动盈亏 你说你又不值赚钱两老 找这刺激干吗 就是要找点刺激 才有活着的感觉嘛 你看你也长大了 你的这个专业我也不懂 你要有什么事 我也帮不了你 我这一天天的 要不折腾出一点那种 心跳的感觉 这就太麻木了 是不是 我现在就俩冤枉 一 不给你们添麻烦 二 拯救拯救股票市场 找找 我们再来 你这是在跟酒餐市场贴软家王啊 呸呸呸 不吉利啊 爸 算了 没事 有事儿 没事儿 哎呀 什么事儿 说 话说一半最气人了 是不是 工作上喷管什么难题了 不是 哎呀 就是那个 您有没有 某个时刻 就 突然想爆分子